画了这东西真的能改善鞋带松散一开的问题吗 我们先看原视频 这东西真有这么方便吗 我们买来试试看 当时我选了比较百搭的黑色和白色 它这一套里面有两个悬扣 两个底座 还有两根鞋带 这个里面应该是金属的 外面镀了一层橡胶 看上去蛮结实的 这桶12升的水大概有个25斤左右 看看它能不能经得住 我去可以啊这个 而且我用的是单骨 看把我手给勒的 这东西比我想象中要结实 这款鞋子是我平时跑步在穿的 鞋带确实很容易松开 咱们按照这个安装教程给它装上试试看 第一步把原鞋带解开 第二步把新鞋带穿上去 记得要尽量对齐 第三步安装底座 脚大的这个开口啊要冲鞋尖的方向 把两根鞋带分别从上到下给它穿进去 那就是这个样子相当于画了半个圆 第四步也是张硕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步啊 这个鞋带不要忘记穿到鞋子里面 千万不要忘啊 要不然就装了个Z 第五步安装悬扣 调整箭头位置对准底部的小三角 这两个小耳朵对准鞋跟的方向 把鞋带从左右两边穿进去 在末端打两个截 多余的部分用剪刀剪掉 留个三毫米左右 然后我们用力瞪这两根鞋带 到这已经完成90%了 最后一步还是这个小三角啊 将其转向鞋尖方向 对准底座下方的卡口 斜着给它扣进去 另外一侧再摁一下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咱赶紧拧一下试试看啊 张叔叔已经迫不及待了 挺好听啊 拧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而且它这个鞋带足够长 拧到最后也没问题啊 还是挺丝滑的 怎么样颜值还不错吧 尤其是跟原版的比起来 看起来好像科技感更高 感觉也贵了不少啊 说实话 这个悬扣往上一提 鞋带就松开了 再扣回去就能紧鞋带了 确实还是挺方便的 下面呢我们穿上这双鞋子 实际的去跑步感受一下 穿起来包裹性还是挺强的 现在已经跑了有几公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其实已经有点松了 你看 稍微轻轻一蹬 它就开了 但这边还是挺牢固的 你看啊 这给它松开了 已经放松了 再给它按下去 看 跑步穿踏是没问题的 咱们在篮球场上也测试一下 试试看 来点纯真的吧 1966做都是偶尔也有坏习惯 我爱那生命做头 至门不在夕阳之下 我吸收日月经济 悄悄走我请小心 我更爱龙兵器 用嘴巴下跌倒了剑 摸把滚打到今天 说了半年都不动手 是你活后再减缺了 你找远时学吧 回家度上瘸了 妙语连珠就像杀入进去的 就让你看着办案 我像是惯犯 越黑风高夜 让你都不敢抬头往上看 看着被我掌控着 穿他打篮球也没问题啊 虽然这个鞋带安装起来 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装好之后呢 你会觉得真的超级强 而且它颜色款式还挺多的 家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